在如今的世界格局中,中国欲凸显文化、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实力在这几十年间有了质的转变,而中国在科技方面取得成就,也让人知惊叹、原子弹、氢弹、原造卫星和核潜艇等,都是通过中国科学家的不懈钻研得出。 而中国的老一代科学家,也让中国科技力量推向了时代前沿,无前学森等,发展至今越来越强大的中国,也不由得让世界霸美国感到一丝尊忧。 那美国到底最害怕中国什么?其实不是各种核武器,而是中国的这五个人,因为他们代表着中国科技的新力量。 第一个就是杨伟,他是五代引申机的歼20的设计组师,在此之前也参与设计过销战机,虽然他在战机设计团队中,年纪最小可付出的努力,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一眼都少。 早在以前他就说过,歼20只是中国所向中国制造2025步骤中一个小目标,由此见,这是有着多大的决心和目标。 第二个就是张忠福,他是东风21导弹的设计总师,现任为中国航天四人的常务院院长。 我国以往的导弹都是被设计用于拦截,而东风21导弹设计出了后,历史就被改变了。 作为目前世上唯一一款待具,只攻击航空甲般的导弹,放世界只有中国才有,现目前也已装备于多个火箭军导弹率。 第三个就是刘宝庸,我国东风31洲际导弹的设计总师,也就是这款导弹的诞生,使得美军敌我头疼。 所以刘老也是我国弹导弹的领军人物,做出的贡献非常巨大。 第四位,名为七八任,他是神舟载人飞船的总设计师,也是中国知名空间技术专家,参与过中国第一个卫星,东方红一号的研制。 为我国的航天事业奠定了监舌基础。 第五个是孙聪,兼三一战机的设计总师,也曾参与设计过兼一五和胡鹰飞机。 而他设计的战机在气洞,隐身和机构等各大领域方面,都取得了重大成就。 总的来说,这五位科学家为我发展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,怎能不让美军深感激烦呢? 也正是因为他们,因为被我无数为国家发展努力的科学家们,才让中国的实力逐渐稳步上升。 感谢观看